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这场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主办的红色新闻兵的新闻发布会 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 著名摄影师李振胜先生来到香港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一些经历和这个照片背后的故事 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张妙青教授 加入我们来做今天这场发布会的主理嘉宾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请张教授致辞 我们开始这场发布会 谢谢 尊敬的李振胜先生 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好 欢迎大家联邻 今天由中文大学出版社主办的红色新闻兵新书发布会 也欢迎从纽约远道而来的李振胜先生 李振胜在中国文革期间担任黑龙江日报的摄影记者 他写了大量的文革的现场照片 他将一部分给文革默默黑的负面底片 negative negatives 藏在家中的地板上 之下 从而为历史保留了珍贵的一手影像资料 我看到李先生在书里说 她在剧目地板的过程中 为了不惊动邻居 就让她太太在窗口望风 通常都是找太太最危险的工作 女友人经过就停下动作 一个小小的洞口 住了一个多星期才完成 没想到两个月后 她就被抄家 这些礼片也因此躲过一劫 我留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草核的时间 就是李先生埋藏礼片的时间是1968年10月 现在差好是2018年10月 整整50年 只不过香港的10月 应当比哈尔本的10月温暖得多 50年前那个年轻人 一定想不到多年之后 他会成为享誉世界的摄影师 会成为有摄影界 奥西卡掌机场的华人得主 全球会有60多个国家和城市 为他举办摄影展 中国会有一座为他一见的摄影博物馆 他青年时代的精神导师 法国现代新闻摄影之父 布列宋 Henry Cartier-Bresson 会亲自邀请他会面 并向他表示正义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谨记了他的老师 摄影大师 吴英贤的教会 不仅做了历史的见证人 而且做了历史的记录者 我想这就是历史给尊重历史的人的回报和奖赏吧 很感谢李先生的勇气和智慧 让我们今天可以通过他的记录 重新看到文革历史的现场 我不是文革的亲历史 我不是文革的亲历史 虽然也读过关于文革的研究和序 但是都不如直接看到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令人震动 令人深思 我相信大家看完这本书 听完今天的讲座 会有类似的感受 李先生谈到这本书的原始时说 希望找到一家有公信力的学术出版机构 来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 插好中文大学出版社与他联络 成就了这一段合作 听出版社的同事说 李先生的书的出版要求相当高 对这本书最后呈现的效果也相当满意 我及此机会祝贺李先生 将这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中文读者的面前 也祝贺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了这一本记录历史的好书 最后我希望这次新书发布 与党座圆满成功 谢谢各位 谢谢张教授的致辞 那么我们现在有请李正盛先生 来给我们发言看看 他对张教授的致辞 有没有什么想法 谢谢 尊敬的张教授 张副院长 尊敬的出版社的干期社长 还有我的这本书的责任编辑 这个美丽的林肖小姐 还有这本书全靠她发行和做推广工作的 能够来到香港这片土地上 能和这么多的新闻界的朋友见面 我感觉很高兴 刚才张校长说了 我这本书的中文版 是我期待已久的 从2003年开始已经有编辑了 出版了英文 法文 德文 西班牙文 意大利文和日文 原来承诺我的要给 接着要出这个中文版 由于种种原因 没能处成 我很困惑 很疑 就是我跟他们讲 他们说你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中文版 我说文革发生在我的祖国那方土地上 我说我的这个作品呢 对观众应该是我的同胞 这是我最好的观众 不光是经历过文革的 很没经历文革的 都需要知道这段历史 和你们西方人 尽管你们也尊重 但是你们有点好奇心 是在用一种好奇心来看待 我的祖国曾发生的这段苦难 这不是我欢迎和理解的 所以我一直想做这个中文版的书 乃至于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我的经纪人 为了我这个出中文版 花了我的很多精力 他说你把这个精力用在那个德国 那个斯泰森呢 要给你出的这个大集子上盖多好 我说那个很重要 他跟我说 那个比出中文版还重要 他说你只要在这个斯泰森 这个公司的选定了中国摄影师 只有你一个人 要出你的全集 出了全集 你就结结实实地定在历史的那个 光荣 光荣 说不上光荣 至少不是吃肉住啊 那么后来我说 那个出版社很重要 世界上最著名的摄影师都做梦 让他能出一个集子 他说你看应该找你 你还不出 你为什么这样重视这个中文版 我说我的中文版 读者是我的同胞 另外还有四川也给我已经建了一个李正胜摄影博物馆 你怎么还重视那个 我说每天都有二百人以上的人参观 也是我的同胞为主的 我说你这个斯泰森出版社出我的套数 只有西方人在看 西方还是少数人在看 我的同胞根本看不到 我自己都看不懂 因为我不懂任何语言 就懂中文 就懂汉语 所以我就想说 我真的非常感谢中文大学 和中文大学的出版社 我怎么解缘的呢 就是这个林萧小姐 去年给我挂了电话 说的很亲切 很诚恳 叫你不接受都难 但是我还是很怀疑 我听着这么一个智润的声音在电话里跟我说 我说肯定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啊 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你怎么能够体会到文化大革命 那种深重的灾难呢 怎么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呢 我跟我太太讲 她也是搞新闻的 我说这个小女孩很可爱 肯定了 声音那么亲切 我说但是太愣了 怎么能够去研究文化大革命呢 这是你们可以理解的我们一种担忧 后来她又一次的电话 又一次电话 我们也被感动了 好吧 咱们见见吧 去年六月份 甘旗社长带领着小编辑 后来成为我这书的责任编辑 还带着那个 著名的图书设计师 何浩 到了我登门 到我家里 哎呀 我只想 我很感动啊 我们几个人谈话 有很多共识 都是记录历史 和传承历史的同道人 说到这个份上 那就叫一派即合了 去年六月份定下来的 定下来的 今年七月份就成书了 推上了香港书展 效率之高 也是和你校长的领导和指导有关系 真的 那个干事长跟我说了 说我们呢 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好领导 就是张教授 他说你是他的老板 说我们这个老板 全力地支持我们 那个给我们政策 给我们推力 给我们鼓励 但是从来不下更多的指示 也不发表 天天发表重要讲话 那个 我说这是领导的最高境界 无声的领导 默默的领导 比那些天天发表重要讲话 天天做重要指示 要高明的多 是吧 所以我 没见到你 刚才说您来了 我这跟您第一次见面 没见面我就非常敬重您 就敬重 这种领导风范 有了您的默默知识 他们就可以卢西秀的加油干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中文大学呢 真的给我这个许多个吃惊 首先效率的吃惊 设计的出惊 出惊品 出好书 这做的真是我很佩服的 这个一般的都是作者挑剔出版社 现在呢我反而是没什么挑剔了 我就说你们这个 不用搞得这么豪华 那个风皮啊 那个布啊 面儿压上字啊 那都是成本的 那个 我说减少点成本 降低点书价 让更多的是买 不很好吗 但是他们坚持一条 我就出好书 出精品书 当然出精品谁都赞扬的 那么今天呢 这本书算是举办了这个发布会了 谢谢各位朋友们 我朋友在座的这个媒体当中 有我一位老朋友 姜迅先生 这个22年前 文化大革命30周年的时候 到北京到我家里去访问 当时他发表了 在亚洲周刊上发表挺长的一篇文章 那么当时就有三个 包括亚洲周刊在内的 有三家这个重要的媒体 那个时代周刊 用了八个月报道我的故事 还纽约时报周刊用四个版面 来这个也报道了我的故事 加上杨迅先生的大作 在这个亚洲周刊上也出版了 对我很大的鼓励 我觉得有这么多的媒体在鼓励我 在鞭策我 我有什么理由再懒惰不去做呢 是不是后来就做成了 这个六种文字版本的 当时那个伦敦出版社 那个拜登出版社答应我 是21种文字 都写在合同里 将以21种文字出版 那个后来反正出版多少外文的版本 我也看不懂 我就能看懂这中文版 他就没出 我就很恼火 正好是他们不出 也合同也过期了 我就授权这个 灌气社长来出了 在座还有我的一位老朋友 同行 同道 吴振荣先生 他和他的夫人一起来了 我真的很高兴 他明天要去马来西亚 今天一定要挤着空 抽出时间来参加这个开幕式 还有各位 那好像 哎呦 那里是熊教授吧 哎呦 谢谢 熊景奇教授 我们在北京的一次历史研讨会上 是您在主持的呢 我是一个参加者 今天能在这里再次见到您 很高兴 谢谢 那是汤姆均腾的电影 是多亏您的大力支持 那个时候就久仰大力 哪里 我这时来这儿 获得一个 我想将来再起个名 因为我进了出版社区 那些年轻的编辑记记者们都 我去一刻我给大家 我说跟你见面了 他们都要久仰 久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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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来 我再去那个宾部的时候 我说久仰来了 我说我要再起个网约来就叫久仰 那个我想所以今天我发誓 我能这位先生 方几轻教授 方几轻教授 谢谢方教授 这几天几乎是林州传一样的 在接受着媒体访谈 尽管我确实很累 还在到时差之中 所以昨天有一个信报的一个女记者 还是哪个是信报的吧 我时差就上来了 我还得回答她的问题 一会儿就这样 一会儿就这样 我知道我就像翻了大眼眼一样 控制不住自己 我觉得对不住一个美丽的小姐 我努力睁开眼睛再回答她的问题 一会儿又合身眼睛了 但是再苦再累我愿意做 过去革命年代通常有一句话 为谁辛苦 为谁忙 那个时候就是为革命辛苦 为革命再忙 现在我也告别革命了 退休下岗了嘛 是不是 那么现在呢 我做的一切 再苦再累也心甘 就是我为自己辛苦 为自己忙啊 和一些同道的好友共同来忙这本书 就是多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今天呢 又来了一些新闻媒体的朋友 非常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支持我这本书 感谢你们 反正是你们跟我说的 你们喜欢这本书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反正你们是这样说的 而且那个媒体朋友我发现 在跟我见面之前呢 还真的把那个书啊 通了一遍 说了很多小细节 都是一般的翻书不注意的 那么为了采访而注意了 我就对香港新闻界 新闻同业朋友们 你们的认真执着 敬业精神 表示感谢 表示感谢 我就讲到这里 最后 郑重地感谢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全体同仁 因为 他们都为我这本书 付出了心血 付出了那些 本部外付出的东西 我这个干事长说 我这很 怎么了 你表扬我的话是什么 你折花人特别 不不不 那是我说的话 他说我很认真 是 我在中国摄影界啊 是属于认真的一个 我常常说 毛泽西教导们说 那个 事业上啪就啪二字 共产党最想认真 我说呢 不是党员也认真 我不是党员 但是我的认真程度 比共产党员还认真 我拍照注意照片的细节 我做事也注意一些细节 所以我这个一个 一个老注意细节的人 遇到一个小注意细节的人编辑 我就月亮电话总跟他通 我来以后 我说 这个林肖啊 在这个痛苦中成长 茁壮成长 我折磨他 他再去折磨他的同事们 所以那个 我的折磨是好心 不是坏意 但是都被你们接受了 还对我说有养 我非常感谢 感谢所有的人 谢谢 到这儿 谢谢李教授精彩的发言 我披露一下 李教授 这个这个 在那个做的过程当中 是对我们 我们是属于互相折磨的关系 我们经常就是 李老师他会在晚 跟我们时差不一样吗 我们这边白天的时候 他晚上他有时候两三点钟 全都在改稿子 在选照片 所以我们就说 来的时候 我就说我们出版社里面 有一个折磨产业链 就是李老师折磨我 我折磨制作部的同事 制作部的同事 去折磨印尝 所以就是最后 李老师给我的那个书上 提了一句话叫 意在苦中求 所以我觉得最后这个结果 我想大家都是特别高兴的 对 谢谢 然后下面我们也请这个 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社长 甘琪来给大家致辞 感谢各位 说到这儿好像已经像老朋友了 我就不致辞了 我分享一点 跟这个书有关的故事和想法吧 就刚刚说到这个 就是折磨这件事 其实在我们工作中呢 确实是非常的辛苦 为什么呢 不是干活累的那个辛苦 是因为这本书呢 我们千辛万苦 跟就是高标准的 认真的李正生老师去拿来 然后呢 做的时候呢 其实呢 我们还有一个挑战 就这本书呢 它的英文版 是世界上最好的艺术书的出版社 之一哈 Fayden他们出的 然后是那个叫朱莉特的一个 世界级的大设计师 设计的 那么制作呢 这次李老师来了 我们就不断地追问这件事情 当然是Fayden 他们已经做了无数年的这个图片书了 但他们的印制是在哪儿印呢 包括Fayden在内的世界大的这个图片出版社 他们常常最好的都拿到意大利的某一个地方去印 那这个地方呢 它有它的温度 有它适合的湿度 即使如此 他们还要把纸 就特别重要的书要把纸存三年 为什么呢 让它就是 就像艾条 波尔茶存了以后 让它把那个湿器给卸掉 这样油墨印上去之后呢 它才没有这个变形等等 所以呢 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作者 就是他呢 事实上是在国际的新闻摄影界 被公认为代表中国的一个大摄影师 那我们比较的是Fayden这样的 艺术书的出版社 那我们的 而且得了众多的国际奖 而且有六个版本 那我们的压力就非常的大 所以呢 这事情呢 也是我们这一年来 现在特别快乐的事情 就是互相折磨之后 书终于出来了 我们寄给了李老师 和他的在美国的代理人 就是Contact Press 它叫Contact Image 它是一个图片社的发起人 那么这个人呢 被认为 这是个纽约人 他被认为是影响 世界新闻摄影走向的一个人 那么他工作呢 都是世界级的这个摄影大师 像布列松啊 罗伯特弗兰克 那李老师也是他跑到中国 就要见的人八十年代 所以这个人很不得了 那么也是这本书的 就是红色新闻兵的英文编辑 那这样我们就心里很紧张嘛 当然千辛万苦做出来之后 寄到了李老师和普雷基的手里 那李老师给我回了一个语音 我想我可以披露 李老师特别满意 说中文版比英文版 以及所有的版本出的都好 对 当时李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政治上有一点不正确 但是呢这个话的原话呢 让我是非常感动 李老师告诉我说 而且普雷基没想到 他说没想到 中文大学出版社能出这么好的书 那我真的是就是特别放心 从此以后顺风顺水 就李老师就对我们特别的宽容 一定说这个布换 不用那么贵 这个亚奥换 那我说不能换 那布是怎么来的呢 印厂呢给了我们布 给我们提供了布 那这个布的概念呢 是我们的设计师 就是中央美院的设计师和浩 想出来的 和我们的设计师Daniel 和我的同事们一起 叫研制出来的 那么它代表一个什么呢 就是英文版呢 它是一个红雨露的那种塑料皮 设计得非常好 但是对我们中国人看呢 它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好奇 或 就没有负面意义的猎奇 但是呢 最后呢和浩想出来 我就逼到他想 我就心里怕他想不出来 能超越的那个概念 最后他说 想到了红袖标 用红布压凹 那这个概念想出来之后呢 印厂给我们提供了粉色 就红布 但是红布有点偏粉 那大家都不想对付 后来呢我们的设计师和浩 从北京打电话找到了 东莞的一个布的店 一个就是布的厂 就是所有的印刷 用的布 丝啊各种特种纸 他们全有 然后呢林肖呢 和我们的台湾 台湾来的编辑 Winny 他们两个有一天早晨 就去东莞这个布店 一天 说回来向我汇报 找没找到布 结果呢 十一点了 夜里还没有汇报 下着就是大雨 那一天的雨特别大 最后回来就汇报了一个字 找到了 累死了 不给你汇报了 所以这个布呢 就是这样来的 当然我们找到了布 印厂也不见得高兴 因为印厂觉得我们好烦 一遍一遍地换东西 一遍一遍地打样 但是最终呢 我觉得 就是我们的标准 逼着这个 就是英文书的标准 那我们在图片的增山上 我们是一张一张地过 最后增加了五十多张图片 比如说 西哈努克和夫人访华的照片 这英文版里没有 他们也没有这个意识 因为他们的读者没有感觉 那我们加入了 因为就在我们当年的历史中 中国人的记忆中呢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场面 尤其是这个 不仅西哈努克亲王 还有他的夫人的衣服 在当时的这种灰色的中国 都引起一阵阵的骚动 所以像这样的图片呢 我们都经过精选加进去 也是因为我们这样的精选 刘老师这个图片 就能收入到中文版 比如说陈永贵 扎着杨肚肚头巾的这个陈永贵 那比如说外国人 他们有或没有 其实没关系 他就是一个一张脸 但对我们来说呢 他意味着就是丰富的这个 就是整个文革时期 和前文革后文革的记忆 像这样每一张图片 我们的编辑和我们的设计师 都在一一的一一的过 那过到最后呢 他们就觉得 我们的书肯定是要比英文书的内容更扎实 那么文字的部分 文字的部分呢 请李老师就是我们翻译修改 请李老师加细节 加中国人会有感触的细节 那么他本来那个东西 就已经是几百个小时的录音整理出来的 加上我们这样翻翻覆覆的折磨 最后呢 这本书的内容我们特别有把握 那么最后呢 李老师 李老师看整体吗 但是一个美国的图片社的这个图片编辑 总裁和图片编辑 那他的眼光还要挑 一定要挑我们的 就是设计和印制的质量 那么最后呢 他就是有那样的感慨 那我们也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呢 我们跟这个就是 世界级的大的图片出版社 那我们能够走在了一起 这个我们就特别的高兴 然后呢 我们还发现了个小小的不足 一般人都没有发现 或没有好意思告诉我们 就是李老师告诉我们 就是刘湘成先生 也是一个华人的大摄影师 曾经获Purley Surprise的 那么他呢 跟李老师是朋友 他跟他说 就是有那么一点点色差上的小差距 那么这次李老师来 哎呀我们说这是行家的眼光 我们呢 本来是一个文字的出版社 以文字为主 那我们出图片呢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历史图片册 这是最重要的一次 历史图片的出版 那么李老师又不是一个 就是拍个新闻 就是拍个现场 事件就OK的 他实际上是 在新闻摄影艺术的意义上 是走到了高度的 那我们觉得这个挑战 对我们特别好 这个指点对我们来说 也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就看齐 这样的编辑 这样的专业人士 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这个 出版图像摄影的这个 能力也走上去 所以这件事呢 发现差距也是我们很开心的事情 因为是行家说的差距 那这次我们也一起交流了这一点 所以呢 哎呀说了一些小细节呢 其实呢就是真的是 李老师说的那个话 叫意在苦中求 李老师那个对细节的重视 原来特别折磨我们 但是呢现在他来了之后呢 我们就成了同道 所以呢我就是非常感谢 这个林骁和我的同事们 感谢李老师给了我们这样的经历 所以这本书呢 我想呢给大家报告呢 是这种苦嘛 没有白痴 我们是香港书展的时候 就是赶出的这本书 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发布会 是为了等李老师能够到香港 可是呢在这个两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里呢 实际上我们的书呢就重印了 所以这个让我们在线下的香港的这个出版市场呢 也感到就是很受鼓舞 我呢真的是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很高兴 后来我就想到了呢 这本书呢对我们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我们想到这本书其实它不是一本书 我和我的同事呢其实理解这是三本书 哪三本呢第一本呢它事实上是一个关于就是文革这一段 不仅是对中国人重要也是对世界重要的这段历史的一个影像的历史资料书 我觉得这一点呢它就会一直的保存下去 也因此呢像比如说中国的开国上将张爱萍将军这样的人 他特别给李老师的展览提词就要让历史告诉未来 那么包括比如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教授们 都认可这本书的就是不可动摇的就是历史价值 所以它作为一个图片书作为一个历史史料的书 影像史料的书那它是一本就是solid没有疑问的书 那这正是我们中文大学出版社的一条线 我们有六条线哈大家比较熟悉这条线就是历史 重写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线 那么这个线中呢有很多名家哈 比如说加州大学出版 加州大学的已故的教授徐忠约教授 他出版的就是中国近代史 包括高华教授 像这样的一个名单中呢 我们能够加入李老师的名字 我们是既感谢又觉得很欣慰 那我顺便我做一个我认为特别有道理的广告哈 就是高华教授 已故的高华教授的红太阳 在他出版中文版16年之后 我们下个月将推出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级的英文版 这里熊老师和很多很多朋友 做了无数的就是努力 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那么这本书的英文版终于就要出来了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回过头来说呢 这本书呢 就是李老师这本书呢 就加入了这样的一个 就是记录和研究和见证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的系列 所以这个意义呢 我们也是就是中文大学出版社 认定的这本书的不可撼动的学术价值 那么另外一本书是什么书呢 它是一本即时新闻摄影 或即时摄影的一本杰作 大家看呢 它这个书的设计中呢 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铜板纸印的图片 就是铜板纸印的历史发生的图片 一部分呢是书纸 就是有点creamy的书纸印的一部分文字 配图片 那么这一部分铜板纸印的历史图片 它实际上在新闻摄影史上是有价值的 那李老师的这个代理人就是这个Robert Pledge 他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他说当时还活着的两位大师 一位就是这个布列松 另一位是就是这个Robert Frank 说他们两个呢 一个是就是法国的所谓继续摄影之父 他是以决定性的瞬间 文明于世界的摄影界 那么另一个这个Robert Frank呢 他是以非绝境性的瞬间 他捕捉日常 人们日常的视眼光中有 但是呢发现不了的那些 搅扰人的意识的东西 那么他成全了他的美国人呢 什么手就是the lines of hands 我不知道那个书怎么翻 他成为了一代就是代表美国 计时摄影的高度的大师 那么Pledge说呢特别有意思 说布列松喜欢李振胜的照片 说这个Robert Frank也喜欢他的照片 他说他们两个从来没有一个人的照片 他们俩是共同喜欢的 确实是他们是完全是风格相反的 所以他们能够共同的 不仅发现和肯定李老师的照片 而且他们俩分别都会见了李老师 而且还表达敬意 我想这就是行家的认可 所以李老师能得Lucy Award 这个我想就他不是一个就是偶然的事情 他能够成为后来像美国很多新闻学院 摄影学院的这个教材的参考书 都不是偶然的 这是第二本书 第三本呢我想它就是一个成长书 电影里呢有这个成长电影 我觉得这本书呢 它其实大家看这个就是creamy的纸 书纸的部分 其实它是一本成长书 他从李老师小的时候 从一个平凡家庭出身 然后一直呢成为一个大学生 在大学时代呢他就别人批评 批判布列松的时候 他就获得了布列松的这个艺术的理念 然后他又受教于吴云贤大师 那么这样他埋藏了他的底片 多少年后他又跟着他的照片 一起走向了世界 我想这是一个成长的历史 和一个成长的传奇 也是一个成长的见证 所以呢我觉得 为什么最后卖得好 是因为它是三本书 所以今天呢 我呢就是很高兴 跟大家分享这一切 我尤其呢感谢就是 新闻界的朋友 因为出版界和新闻界 从来都是难兄难弟 出版呢追求长久 新闻追求当下 所以我觉得这次呢 香港新闻界的朋友 如此的对这本书感到好奇 感到投入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那我觉得李老师呢 曾经在我的书上签了一行字 叫记录历史的同道人 那我也想把这个 这个期许吧 分享给新闻界的朋友 那我们一起都是 记录历史的同道人 那么感谢大家 谢谢 我临时查两句话 说到这个英国菲登出版社 那应该是世界上最牛的出版社 出一水的画车 没有敢称第一的 是吧 他要称第二就没有第一了 那么出我那个书的时候 在编辑过程中 刚才说罗伯特普雷基 跟我编辑这个书编就是三年多 而且我是在一国他乡 在纽约那边土地上 跟他合作了三年多编这个书啊 编得我十分痛苦 因为我有这个中国编辑的经历 三个月准完 四个月出书 那还是属于精益求精 至于能不能打开市场 那是另一回事 所以我在那里编三年书啊 没法说那个滋味了 我很恼火 很痛苦 他看出我这个情绪来了 他就跟我说 中间休息喝咖啡的时候 他说 我们在编辑一本好书 我当时通过翻译给我翻了 我说废话 谁说自己在编辑一本坏书 我们中国那些书出了版了以后 就拉到潘杰远废品市场上 编辑在编辑的时候都说是一本好书 后来普雷基又说了 他说我们要编一本一百年 二百年之后 还有人在看的书 我说吹牛吧 我说我们在中国出了那几大名著 哪个书能有一百年二百年之后 还有人看的 那个后来英国 弗雷基出版社那个总裁到纽约 他在纽约有一层楼的那个编辑部 很大的编辑部 我们在那里见面 见面的时候 我就跟那个英国那个总裁说 我说普雷基说 他说他出一本一百年二百年 还有人看的书 那个总裁说错了 普雷基这个很紧张了 因为我就是我说你吹牛嘛 我看我高兴了 我看跟他使眼色 你终于证明错了吧 谁知道那个英国人说话大闪气 错了之后又说了 一百年二百年 还有人看的书我们不出 我们出的是三百年五百年以后 还有人看的书 这个时候普雷一蹦起来了 他说我还少说了二三百年 那么我想说 也许我吹一把牛吧 我认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在张校长的领导下 在这个干社长的 露西秀子加油干的情况下 编出的这本书 咱们可以说 为中国的文革史留下了一点佐证 咱们说以后 不够八百年一千年那书 我们不出 谢谢 谢谢 谢谢李老师的回应和补充 现在我们发布会到此结束 谢谢 谢谢